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有美学思想论稿 艺术人来学 闲话中国人等著作 2005年在央视百家讲团节目里讲解历史 应及白华社的幽默风险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2006年开始制作一中天品三国 2008年和百家讲团最多学者合作 日子播出先请诸子百家证明 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 易教授也成为央视百家讲团收视率最高的演讲者之一 今天易教授来到我们绍兴 欲州讲团 为我们讲解 卢性与心情主持 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易教授为我们做报告 尊敬的 绍兴的各位读者朋友 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来到鲁迅先生的故乡 绍兴 绍兴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 有着厚重的文化极典 悠久的历史传统 明年又将迎来绍兴市建市2500周年 在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土地上 是注定要产生很多伟大人物的 那么其中我个人最崇敬的就是鲁迅先生 我多次跟媒体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 读初中的时候 就接触到鲁迅先生的著作 当然要说首次接触 应该还是在课本上 因为我们的课本上 都要选鲁迅先生的著作 但是课本以外呢 我最早读的鲁迅先生 一本书是集外集事宜 很多媒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都感到意外 他们都问我 你最早读的鲁迅先生的书是哪一本呢 他想我肯定要说呐喊 但是不是 要说完整的读一本集子 最早的就是集外集事宜 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是当时这个城市里面有旧书店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 这旧书店其实我认为是一种非常好的交流方式 他的书价呢 相对要比较便宜一点 那么学生我们都知道是没有什么钱的 那我又爱逛书店 那新书店的书往往买不起 就去逛旧书店 在旧书店里面看到了一本集外集事宜 拿了一看 就看入迷了 这是我购买的先生的第一本书书 那纸都是黄的 繁体字 以后就开始读鲁迅先生的书 小时候呢 实话实说 是懂非懂 所以 请媒体不要报道说 我初中就读鲁迅了 这个不敢当的 只能说是接触 是懂非懂 只是觉得好看 慢慢的随着 这个年龄的增长 阅历的增多 阅读 就越觉得鲁迅伟大 我觉得 鲁迅先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 最懂中国人的人 现在 我们现在去读 鲁迅的书 你会发现 鲁迅先生对中国人的一些描写和判断 仍然没有过失 前不久 我又重读了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里面有一篇叫里水 是写大雨之水 是写大雨之水的 实际上呢 讽刺了 当时的 至少是讽刺了当时的文化界 学术界 鲁迅先生说 然后开始吃面包 吃了面包以后 做他们的所谓学术研究 政府派官员来 考察 开座谈会 哎呀 那个言不及意 我读了以后 觉得和今天没什么两样 看来历代都会养一些 只会说闲话 废话 空话 套话 干不了正经事的那种所谓文化人 有兴趣不妨看一看 重读一下里水 所以我觉得鲁迅没有过失 他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认识 极其的深刻和透彻 所以这一次来 绍兴图书馆说 定个题目 我定下来就是鲁迅 与先秦诸子 在其他的地方 就没有定这个题目 那么这个题目我要讲的就是 根据鲁迅先生 对先秦诸子的一些看法 来谈一谈先秦诸子百家争民 也谈谈我对先秦诸子的看法 鲁迅先生呢 他有一个基本观点 叫做少读或者不读中国书 因为当时的媒体啊 曾经做了一个活动 叫做青年必读书 就是向这个有名的学者 有名的文化人 征求青年人应该读什么书 请大家开这个书单 那么胡适先生 他们都开了书单 去找到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不开书单 所以现在有媒体要我开书单 我也不开的 问我为什么不开 跟鲁迅先生学的 不开的 不能开 我就从鲁迅先生不开书单里面 看出来是不能开 然后鲁迅先生说 说一句话说 不读或者少读中国书 多读外国书 这个话说出来以后 是引起轩然大波 在当时的文化界 而有些人就说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难道中国书就不好吗 只有外国书好吗 你这不就是宠阳媚外 媚外吗 还有人骂鲁迅先生 说你这个人 自己读了那么多中国书 然后你读了就不让我们读了 你什么意思 我觉得呢 很多人没有理解 先生的良苦用心 先生是要改造我们的国民性 而先生认为中国人 他有一个毛病 什么毛病呢 就是中国人不大喜欢变革 中国人最好是 多一试不如少一试 一动不如一进 你搞那么多改革干什么呢 所以在中国进行改革 进行变革是很困难的 先生说 比方说你想开个窗户 你就得说 我要把墙拆了 最后是好好的开个窗户 你要开一个门 你说我要把这房子拆了 最后讨家还家下来说 好那你就开个门吧 所以为了让我们的年轻人 更多的吸取国外的 这个先进的思想 文化 制度 科技 他只好说 不读中国书 不读外国书 其实鲁迅先生自己真的也是读中国书的 鲁迅先生当年在教育部的时候 曾经首操纪康级 所以有人说鲁迅先生身上是有魏晋风度的 鲁迅先生受魏晋思想和文学的影响也是很深的 曾经有人送鲁迅先生一幅对人家脱离思想魏晋文章 他读了很多 因此他对于先进诸子的也有一些说法 那么我就下面的一加一加的来说 先说孔子 关于孔子呢 鲁迅先生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 叫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实话实说没多少好话 因为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有个口号叫打倒孔家店 打倒孔家店 为什么要打倒孔家店呢 就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老挨打 老是在挨打 这个打来打去 打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想问题了 在鸦片战争之前 我们的自我感觉一直是很良好的 乾隆皇帝的时候 那种中国人的自我感觉好到了极点 因为清代出现了所谓康乾盛世 或者说康庸乾盛世 那时候国力确实很强的 浮原辽阔 资源丰富 人口众多 而且清王朝的这个GDP 是很高的 是很高的 前冬朝的时候 英国国王派他的特使 马嘎尔尼来访华 带来了很多当时这个西方 生产的一些工业产品 比如什么钟表啊 各种仪器啊 带了很多 过来 实际上是想建交和通商 前冬不建 为什么不建呢 因为这个特使 不肯行三贵九寇之礼 然后写了一封信 给英国国王 你听听他口气 怎么说的 资尔 英国国王 尔不是什么好吃啊 你呀 告诉你啊 你这个英国国王啊 正告诉你啊 只要尔能够安静保民 正就放心了 用不着拍什么特使 远道而来 劳民伤财 我天朝大国无其不有 你们那些东西啊 正不放在眼里 你回去吧 告诉你们国王啊 好好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了啊 他这种心态 到了1840年亚品三支以后 这个这个 这个什么 什么英国人 怎么把我们打败了 所以鲁迅先生的文章里面有 当时的清朝的大员们 像什么徐同这些人 连葡萄牙西班牙都不承认的 世界上没有什么葡萄牙西班牙 那个地方就两个鬼子 一个叫英吉利 一个叫法兰西 这两个是有的 他也承认了 他这个他承认了 葡萄牙西班牙就是法兰西英吉利 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 因为老到我们正在要钱要东西 他都不好意思了 他只好换个名字来要 那都是这种认识水平 但是被英国人打败了 被法国人打败了 最不能忍受的是被日本人打败了 甲午海战败于日本 日本 这我们是老早就知道的 国寇嘛 从来就是对我天朝大国 俯首贴耳 恭恭敬敬的 那么个小日本 怎么把我们大秦国打败了 这不能解锁 这才有了后面的辛亥革命 有了后面的武士运动 有了我们的知识界 这批先知先觉的思想家们 来反思 我们失败的原因 那么先找到的原因是技术 技术不如人家 然后开始买人家的船 买人家的炮 兼船逆炮 当时北洋海军的装备 已经非常的先进 还是打败了 还白个日本人 于是找制度的问题 找文化的原因 最后找到文化的原因 就是孔家电害的 所以五四运动提出 打倒孔家电 打倒孔家电的这样的 一种思想前提下 那当然说到孔夫子 是没什么太多好话 那么鲁勋先生怎么说孔夫子呢 鲁勋先生说 孔夫子 只在中国 是权势们捧起来的 种种种种的权势者 用种种的白粉 给他来化妆 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 然后鲁勋先生说 孔夫子生前其实是吃不开的 孟子称他为 圣之时也 这个话呢 确实孟子是说过 孟子呢 说圣人呢 有四种 其中孔夫子呢 是圣之时也 时就是时间的时 时代的时 时尚的时 时毛的时 那么孟子说 孔子是圣之时 也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杨伯军先生的翻译呢 是圣人当中 最时时物的 或者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圣人当中 最与时俱进的 这个话其实不对的 孔夫子才不与时俱进的 我们下面再说 这是孟子的说法 然后鲁勋先生 接着说呢 他说什么叫 圣之时也呢 如果要翻译为 现代汉语 除了翻译为 摩登圣人 没有别的法子 摩登圣人 就是时髦圣人 或者时尚圣人 那么我说呢 如果搁在今天呢 也可以翻译为 文化超难 但是鲁勋先生说 孔夫子的 做定了摩登圣人 是死了以后的事情 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 鲁勋先生还说 说孔夫子生前 虽然也做到鲁国的警示总监 实际上是 孔子做过鲁国的大司寇 大司寇 是主管刑律的 那么我们今天翻译呢 就应该翻译为公安部长 公安部长 其实呢 这更准确的说呢 这个鲁国的大司寇 是公安部长 兼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兼最高法院院长 因为他全在一块 他公检法 他都不分的 那鲁勋先生的翻译 是警示总监 用了一个日本词 我说幸亏 那是鲁勋先生说的 我要说孔夫子 做过鲁国的警示总监 肯定在网上 已然被骂作汉奸 我在蒋三国的时候 我说曹操 最早做的官叫做 洛阳北部位 洛阳北部位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洛阳呢 是一个大县 首县嘛 因此的洛阳 分东西南北四个区 每个区呢 有一个县位 汉代的制度 一个县的主官 叫县令 大的县叫县令 小县叫县长 然后配一个县城 配一个县位 这两个是他的副手 县城呢 主管民事 民政 什么收税啊 这个收租啊 这些事情 县位的主管 司法 治安 所以我说 曹操 当时是一个 副县级的公安局长 此言一出 一片哗然 有所谓严谨学者 批判我庸俗 他不知道 我跟鲁迅学的 所以那些所谓的学者 其实很不靠谱 鲁迅的书都没有读过 但是鲁 孔夫子虽然做了鲁国的大司寇 或者说警示总监 但是时间不长 医生基本上是不得治的 是不得治的 所以鲁迅先生说 他做定了摩登圣人 是死了以后的事情 非常准确 那确实是死了以后的事情 那么我们现在要讲的 就是几个问题 一个孔夫子 为什么生前是不得治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 孔夫子为什么死了以后 就做定了摩登圣人 这实际上是鲁迅先生 给我们留下的 这个作业了 我现在是做作业啊 完成鲁迅先生的布置的作业 孔夫子为什么不得治呢 是因为孔夫子的改革方案 在当时行不通 鲁迅先生曾经在另一篇文章里面 就是流氓的变迁这篇文章里面 讲过这样的话 先生说孔末都不满于现状 要加以改革 也就是说 在当时孔子也好 末子也好 其实还包括后面的老子 庄子 韩非子 孟子这些人都一样 都是对当时的现实不满的 现状不满的 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叫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它的特点就是四个字 天下大乱 或者用孔夫子的话说 就是李坏月崩天下大乱 天下为什么大乱呢 因为原有的政治秩序被破坏和颠覆了 被破坏和颠覆了 所有的人都不遵守原来的秩序 而且完全不讲道德和信义 完全不讲 当时的这个政治秩序 在西州的时候 西州的初年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简单的说一下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的古人啊 认为我们头顶上的是天 我们脚底下的是地 地因为在天的底下 所以简称天下 这个头顶上的天呢是圆的 脚底下的地呢是方的 叫天圆地方 那么怎么样的天圆呢 准确的说天是一个半球形 一个球啊 你把它切一半 那个形状就是天 那个球面就是天 所以我们有一个古诗叫做 天是穷颅 笼罩是也 什么叫穷颅 就是蒙古包 就是帐篷 所以它是个半球形 扣下来 扣下来 扣在一个正方形的地上面 那大家马上就会奇怪了 一个球形扣下的是圆的 里面一个正方 它怎么扣啊 那不是还有几个地方吗 空的吗 古人说那是海 东西南北各一个海 四个海 这个四个海的里面 这一块方的地方 叫四海之内 简称海内 这个天 这个球形扣下来的这个地方 叫普天之下 简称天下 所以天下就是海内 就是全世界 那么天下呢 它有一个最高领导人 叫天子 为什么叫天子呢 天的儿子 天的敌长子 天的最亲最亲的儿子 他叫天子 天子呢 有天下 然后天子把天下呢 分出去 分成国 然后我们这地方越国 江苏那个地方 吴国 湖北的地方 楚国 山东的地方 齐国 鲁国 山西的地方 晋国 河南那个地方 宋国 镇国 那陕西 我们现在陕西的地方 秦国 这是国 国的这个 领导人呢 叫国君 也叫诸侯 为什么叫诸侯呢 诸多的侯 很多侯 一个天子 诸多的侯 诸侯得到这个国 他又要把这个国再分下去 分为家 家的领导人呢 叫大夫 家的领导人叫大夫 所以在这个西州 到秦汉以前啊 国和家是两个概念 秦 秦始皇 一统天下以后 国和家才合并了 才叫国家 所以春秋战国的时候的国家 是国和家 国是诸侯的 家是大夫的 天下是天子的 天子呢 好比是总公司的总经理 我们天下是一个总公司 总经理是天子 董事长是谁的 天 产权是天的 就是为什么要有 会有土地 为什么会有人命 天给我们的 天拥有天下的 产权 但是天 他不能够来管理 天下 因此要任命 一位总经理 这个总经理 就是天子 有任命吗 有 这个任命叫天命 所以我们看后来的皇帝的造书上面 第一句就是奉天承运 皇帝造约 什么意思呢 天董事长授权我 管理你们 这个授权叫天命 如果上天要收回这个授权 叫革命 原文是革除天命 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 它解决一个改朝换代的问题 你凭什么改朝换代 宋代的说 汉宣帝时期 儒家和道家就辩论这个问题 因为儒家是赞成周五革命的 就儒家他赞成这个周五王灭咒 儒家赞成 因为儒家的思想是来源于周公 如果周五王罚咒是不合法的 那周公的后面的制度也是不合法的 儒家就是不合法的 所以儒家要赞成五王革命 而道家是不赞成的 道家不赞成 道家就急出来了 道家就在朝廷上 和汉宣帝的时候 道家朝廷上提出一个问题来 说帽子再破 也要戴在头上 鞋子再新 也得穿在脚底下 周五王 周文王是殷咒王的臣 你怎么能够去消灭殷咒王呢 你这不是犯上作乱吗 你这不是把鞋子戴在头顶上 把帽子穿在脚底下的吗 那儒家就说 如果五王替代 殷咒王是不对的 那我们高祖皇帝 高皇帝取代秦二世 又怎么讲呢 这官司一打 这个汉宣帝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都不能赞成 因为他如果赞成道家的说法 他的政权不合法 对不对 他的政权是从秦那个地方得来的 他不合法 如果说他赞成 儒家的这个说法 那意味着别的人也可以替代他 他怎么说都不是 就汉宣帝说是这样吧 吃肉不吃马肝 不算不懂味道 什么意思呢 就是马肝是不能吃的 马肝有毒 意思说这个问题我们不讨论 汉宣帝的最后做法是三个字 不争论 不争论 他只好不争论 但是周人解决这个问题 办法就是 说 天下的产权是天的 天是董事长 天授权总经理 来管理 如果总经理不合格 可以革命 所以 儒家 很有意思 儒家其实是有革命思想的 儒家的孟子就主张革命 儒家的孟子就会主张革命 这个孟子曾经 对齐宣王说 孟子也很好玩啊 孟子是很会谈话的一个人 我们读孟子可以学到很多这个谈话的技巧 孟子问齐宣王 他说大王 比方说 我有一个朋友 我呢出差的时候 就把我的老婆孩子托付给这个朋友 说我的孩子老婆孩子你 我的老婆孩子你照管一下 等我出差回来 发现我的老婆孩子没饭吃 没衣服穿 快饿死冻死了 你说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 那齐宣王说 这很好办的 绝交 这朋友你要的干什么 孟子说好 又比方说 你手下有一个官员 你把一个地方交给他治理 他把这个地方搞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 根本就不能完成你交付的任务 你说这样的官员应该怎么办 齐宣王说好办 他撤职 孟子说对啊 你看啊 朋友不称职 要绝交 官员不称职 要撤职 一个国王 如果治不好自己的国家 你说该怎么办 孟子一书的记载 是这样的 亡顾左右而言他 什么叫亡顾左右 就齐宣王把脑袋背过去 看着别的地方 说别的事 最近网上有什么事啊 不回答 他不能回答 因为很简单 孟子的结论是很现成的 如果一个国君 一个天子 他不称职 很简单 革命 革出你的天命 好 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啊 天是董事长 天子是总经理 总经理得到了天的授权 管理天下 然后这个总公司的总经理呢 把总公司分成几十个分公司 这就是国 授权 诸侯管理 所以诸侯 是国这个分公司的 总经理 天 是国 这个分公司的董事长 然后诸侯 然后诸侯把国这个分公司又分一次 分成家 这样一个子公司 子公司的总经理是大夫 子公司的董事长是诸侯 那么 子公司里面 大夫 手下又有家层 来帮他打理这个家 因为大夫的家 跟我们的家不是一个概念 我们现在家是家庭 夫妻俩带一孩子 像独生子女 夫妻俩带一孩子 一个家 那不是 大夫的家不是 大夫的家是领地 很大一块地方 里面有土地 有人民 有财政 有税收 有军队 他是全户的呢 他跟我们家不是一个概念 这么一个结构 那么这样一个结构 按照儒家的说法 就是天下有道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 是怎么样呢 乱 怎么的乱呢 子公司里面 做白领的 比总经理还牛 比方说 鲁国 有一个人叫杨霍 也叫杨虎 是孔子最不喜欢的 这个杨虎 就专了他老板的证 他老板的计环子 他把他计环子囚禁起来 签条约 说你要让我在鲁国执政 这就乱了套了 你看啊 我们先看这个结构啊 鲁国是谁的 鲁国的国君的 国君是总经理 总司长是天子 纪环子呢 是鲁国的大虎 是鲁国这个分公司的高管 兼 纪孙氏子公司的总经理 杨虎呢 是纪孙氏子公司的白领 现在这个杨虎要干什么呢 要当鲁国的家 就是子公司的白领 要当分公司的家 这么乱了吗 所以孔子很不喜欢他 是不是啊 后来这个鲁环子 因为被杨虎囚禁起来之后 签进城下之盟 让杨虎执政 掌管鲁国的国阵 杨虎掌管鲁国的国阵的时候 就想请孔子出来做官 因为这些人 他一旦做了官以后啊 他都也喜欢搞点名人效应 那孔子很有名嘛 把孔夫子请到他这儿来做官 给他装个门面 他想做这个事 孔子当然不愿意去了 不愿意去了以后怎么办呢 那杨虎呢就送了一只小猪给孔子 一只真熟了的小猪 送给孔子 按照当时的礼节 大夫送礼到礼家 礼是要去回败的 要答谢啊 那么孔子就挑了一个杨虎 不在家的时候 上门去答谢 就是意思就是 把这个礼节也走过去了 但是不见面 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 半路上碰着了 弄得孔子很狼狈 孔子 那杨虎就停下车来 被孔子说 来 过来 不客气啊 过来 我问你 国家 有问题 你有本事 你不出来 为国效劳 算得上是人吗 孔子不说话 杨虎说 不能 我再问你 我再问你 一辈子都想做官 有了做官的机会 又把他错过 算得上是智吗 孔子又不肯起 杨虎说 不能 告诉你说 日月如梭 光阴如箭 你看着办吧 孔子这才说话 说 诺 武将事已 我说 好吧 那我出来做官 但是实际上 孔子做官的 是在杨虎倒台以后 才做得官 才做得官 那你看 这不就乱了吗 这不就是 理坏越崩了吗 那么孔子的 改革方案是什么呢 孔子的改革方案 是什么呢 回到过去的秩序 分公司 不要做那么大 子公司 更不要做那么大 西州封建的时候 我们怎么定的计划 还按那个计划来做 所以我说 孔子的改革方案 是计划经济 回到过去 孟子更具体啊 孟子的计划经济 是怎么搞的呢 一家一户八口人 孟子很好玩的 就是他有数字 他是 他是 他是有数据的 他可量化的 他说一个 太平盛世 应该怎么样呢 一家一户八口人 八口人 不知道怎么算的 八口人 五亩载基地 一百亩耕田 宅基地 五亩宅基地的周围 要种上桑树 你院子里面养猪 养鸡养狗 这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孟子的这个 太平盛世啊 是有考核标准的 我前面不是讲过吗 孟子是主张人民可以革命的 孟子认为一个领导人 一个君主 如果不合格人民有权力进行革命 把他推翻 换一个领导人 孟子有这个思想 那他就要定出一个合格领导人的标准来 他标准很简单 第一五十岁以上的老人有棉衣穿 但是这个棉衣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棉衣啊 是思棉衣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 我们后面这个棉花 这棉花是后来这个从印度传进来的 春秋战古的时候我们没有棉花 没有种植的这个棉花 思棉衣 五十岁以上的老人有棉衣 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有肉质 官寡 孤独 这些弱势群体能得到照顾 这样的君王 就是合格的君王 那么要实现这样一个经济目标 他的方案就是一家八口 一百亩耕田五亩宅基地 种桑树养猪狗 计划经济 然后你就不要变了 每家每户都这么多 所有的国和家规模也都那么大 这个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怎么可能做到呢 那个时候像杨虎这样的人 已经做的势力很大了 或者有些国家像越国 吴国 他已经扩张起来 他处国 春秋 中后期长江流域 长江 这边的几个国家 吴国 越国 楚国 都是先后称霸的 春秋五霸 有两个版本 其中有一个版本 就是 这个这个 齐桓公 静文公 楚庄王 吴王赫瑜 越王构建 都称霸了 你现在说 你退回去 不要称霸 你原来很小的 你说回去 那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你做不到的 所以孔夫子在生前 是吃不开的 是不得知的 司马迁的说法 是 累累如 桑家之狗 就是如桑家之狗 走投无路 谁都不听他的 所以 鲁军先生才说 孔夫子的 坐定了 摩登圣人 是死了以后的事 那么 孔子 为什么 死了以后 被抬得那么高的地位呢 到底是谁在 哄抬 孔夫子 我认为 是统治者 和 读书人 联手 哄抬 孔夫子 那么 统治者 为什么要 哄抬 孔夫子呢 统治者 在什么时候 哄抬 孔夫子呢 这个里面 我觉得是有规律的 先秦 诸子 如末 道 法 世家 最重要的 就是这四家 其他还有什么 明家 阴阳家 纵横家 这个小说家 农家 还有一个农家 兵家 那么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呢 都不如 如末 道法 世家 如末 道法 世家 在历代王朝 在中国历史上 他的这个地位 其实是不断在变化的 大体上是乱世 用法家 一旦中国社会 处于乱世 天下大乱 分裂状态 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的时候 比方说 三国 比方说 南北朝 比方说这个 每个王朝的末代 什么五代十国 这种时候 那个来收拾局面的人 一定是法家 比方 东汉末年出来收拾局面的谁 曹操 法家 诸葛亮 法家 因为法家的手段 才是真正能治国的 管用的 孔夫子那个不管用的 儒家的东西 我的说法是这样的 儒家的学说 它是苟旗 党生 扶林 六位地黄碗 经常读儒家的书 吃这些药 它可以养生 可以养生 经常读儒家的书 可以养心 救命是救不了的 救命的药 是法家开出来的 最乱是用法家 好 等到天下重归一统 王朝开国之际 用什么呢 用道家 因为道家讲无为啊 道家的无为 翻译成现代话 就是不折腾 就是不折腾 所以你这个 一场这个 这个几十年 上百年的这种 分裂和战争之后 国家经济 国民经济 面临崩溃的边缘 人口巨减 土地荒芜 这个时候 你新建立的王朝 只能不折腾 叫与民休息 这个时候就要上皇老 用道家的学术来治国 一旦等到 国家逐渐的恢复了元气 钱 袋子比较多了 钱袋子里面的钱比较多了 人口也比较多了 这个时候 讲儒家 就以儒家的来治国 这个时候讲儒家 最后的结果 必然是讲到这个王朝灭亡 然后法家再来 那么儒家 为什么他这个时候会抬出来 你比方说 为什么 霸出百家 独尊儒书 是在汉武帝的时候呢 他前面要有 从汉高祖 到汉 汇帝 到汉文帝 到汉宣帝的 这么一段时间的 贵黄老 用道家学术治国 与民休息 他有这个积累 汉武帝才能独尊儒书 为什么汉武 这个时候统治者 要来尊儒书呢 要来讲什么 半部论语 治天下呢 是因为孔子 讲 君君 臣臣 妇妇之子 这儒家思想里面 有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儒家 他是维护 不平等制度的 这个我们要把它讲清楚了 儒家确实是维护 不平等制度的 但是 儒家的 就是孔子的 君君臣臣 妇妇之子 不是后世儒家的 三纲五常 这个我们也要把它讲清楚 三纲五常 不是先秦儒家的本意 孔子讲 我们先倒过来讲 先讲什么叫三纲 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七纲 也就是说 做臣的 绝对服从君 做子的绝对服从父 做妻的绝对服从父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父要子亡 子不得不亡 这叫三纲五常 这是后世儒家的说法 跟孔子孟子的原始观念 是不一样的 孔子的君君臣臣 父子是什么意思呢 是君要像个君 臣要像个臣 父要像个父 子要像个子 你要像样子 不能不像样 所以在孔子这里 对君臣父子的要求 是双向的 不是单向的 三纲五常和君君臣臣的区别 就在三纲五常 是单方面的要求 你绝对服从 我没有义务 我当君主的 当父亲的 是没有义务的 只有你当臣 当子的才有义务 你当妻的才有义务 我当夫的是没有义务的 娶来的老婆 买来的马 任我骑来 任我打 他是这个 而孔子不是的 孟子也不是的 孟子说的 孟子孟子说的君君臣臣 夫夫子子 他是双向的 是对等的 就请注意我的表述 很多人不看不看不清我的表述 就来批评我 这烦得很 请注意我的表述 我的表述这样的 儒家主张不平等 但同时主张对等 他是不平等 而对等 这原始儒家 说的原始儒家 不平等 但对等 什么意思呢 就是君臣父子 都有自己的道德责任和义务 但这种道德责任义务 是不一样的 他不是相同的道德责任 也不是相同的义务 但是都有责任 都有义务 怎么呢 君人臣中 父子子孝 就是做君的 你要仁爱 做臣的 要忠诚 做父的 要慈爱 做子的 要孝敬 都有要求 他不是单方面的要求 这是在孔子那里 到了孟子那里 就讲得更清楚了 孟子提出来 说你做君做父的 如果不遵守 你的义务 我们做臣 做子的 也有资格 不遵守我的义务 孟子怎么说的呢 君之士臣 如守足 臣之士君 如心腹 就是你做君主的 把我们 看作你自己的手和脚 那我就把你 当作心肝宝贝 接着他说 君之士臣 如土戒 臣之士君 如寇丑 如果你不把我 当会士 你把我当个 泥巴疙瘩 你把我当个 一个草 随便的践踏我 对不起 我把你当敌人 所以你看看 先秦儒家的这个思想 和后世的三纲五常 差多远呢 它根本不是一回事 所以后世 有人是不喜欢孟子 比如说朱元璋就不喜欢孟子 不喜欢孟子 所以朱元璋一上台 就把孟子从那个孔庙里赶出去 孟子不要 我赶走 他主张就 把我当寇仇 后来过了二十多年 朱元璋又读孟子 你也发现 挺好啊 因为孟子他是 性格很张扬的 有人像朱记的 他很张扬的 朱元璋又很喜欢 而且孟子的主张笑 主张笑 他对笑的强调非常大 他说 把孟子弄回来 弄回来 他不一样的 但是呢 后世的统治者 在标榜儒家的时候 就没有像我这样来讲 没有讲 我刚才讲出来的 不平等而对等 后世的统治者 在讲儒家思想的时候 不讲对等 只讲不平等 所以后世 所谓儒家 儒家治国 儒学治国 所谓半部 论域治天下 完全是欺人之谈 是统治阶级的 欺人之谈 汉代的统治者 非常清楚 叫做王霸杂用 王霸杂用 或者就 我们的话说 叫做外儒内法 阳儒内法 在嘴巴里 在嘴巴里是讲儒家那套 仁爱啊 孝涕啊 忠啊 礼义廉耻啊 大家要讲道德 以德治国啊 实际上 袖子里是藏着刀子的 随时拎出来杀人 所以我说 半部论语治天下 是忽悠人的 怎么忽悠呢 先忽悠读书人 然后通过读书人 去忽悠老百姓 因此我的说法是 半部论语 哄天下 哄骗 正因为是半部论语 哄天下 所以鲁迅先生才说 种种的权势者 便用种种的白粉 给他来化妆 移植抬到下人的高度 后来的越说越说 越离原始的孔子 很远了 很远了 这是统治者抬他 第二个是读书人抬他 读书人为什么抬他呢 因为只有孔夫子 为当时的读书人 指出了一条深路 那么要讲这个事情 我们要稍微的讲一下 就是读书人所属的 那个阶层呢 叫做士 士呢 是西州以后 秦汉以前 的第四等贵族 西州以后 秦汉以前啊 整个社会的分三个阶级 第一个阶级叫贵族 第二个阶级叫贫民 第三个阶级叫奴隶 三个阶级 贵族这个阶级里面分四个等级 那阶级和等级是不一样的 分四个等级 这四个等级是天子 诸侯 大夫 是 天子 诸侯 大夫 是 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就在于 天子 天子 诸侯 大夫 是 都有治权 都有治权 都有领地 就他们都有地盘的 这个地盘里面的土地和人民是他的 他有统治权的 而是 是没有统治权的 是没有领地 没有统治权 因为因此是呢 没有不动产 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 也因此 是必须有本事 是是在当时靠出卖自己的本事 来 谋生的 那么出卖本事呢 也有两种 一种是武士 一种是文士 武士呢 出卖武艺 文士呢 出卖文化 或者武士出体力 这个文士呢 出智力 而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 天下大乱 这些事怎么办呢 孔子给他们指出了一条出路 四个字 读书做官 读书做官 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 学而幽则是 但是学而幽则是这句话的解释呢 也已经不是孔子的原意了 孔子没有说过这句话 这个话是孔子的学生 孔子下说的 孔子下的原文是 诗而幽则学 学而幽则是 那如果按照现在的解释 说学而幽则是 就是书读得好 去做官 那么诗而幽则学 怎么解释呢 官做得好 就去读书 那现在也有了 现在很多领导干部都去读个博士啊 什么的 但不是这个论语的原意 论语原意的优是什么呢 是优育的意思 不是优秀 优育就是有闲暇 有余力 适而幽则学 就是你去做官 公务不忙 有闲暇时间 做做学问 你做学问 做得挺好了 你有多余的精力 你去做做官 事而幽则学 学而幽则是 他的本意 但是 实际上的情况 是孔子极力的把他的学生 推上 这个仕途 但凡是有 当权者 向孔子 来 招聘人才的时候 孔子都是 极力推荐自己学生 然后招聘者问 哎呀 孔先生呢 你的某某学生怎么样 很好很好 很优秀 做官没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孔子原本是想自己去做官 来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 实话实说 当然 鲁迅先生在这个 这篇文章里呢 对于孔子这点也是讽刺的 这个我倒是 对不起先生 要替这个孔子来说句公道话 我个人认为 孔子的做官呢 还是想实现政治主张 那鲁迅先生是讽刺的 他认为他说那也不一定 也未可知 我觉得呢 孔子还是想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有什么可以做证明呢 就是一旦孔子发现 他到了一个地方 做了一个官 不能实现政治主张的时候 孔子会辞职 会辞职 他不会在那个地方待着 因为他在魏国就是这样的 他的魏国上朝 跟这个魏国的这个国 国军讨论问题 谈不拢 孔子回去 家里正在做饭 米都讨好了 孔子说不吃了 饭不吃了 驾车走人 走人 他不是官笔 他是想实现政治主张 但他实现不了 因为孔子就想了一个办法 退而求其次 我培养学生 让他们出去做官 实现我的政治主张 岂不是更好吗 所以孔夫子实际上 我认为创办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所 政治学院 或者说行政学院 或者说黄埔军校 但是是政治上的黄埔军校 他那个里面没有军训的 孔子是不喜欢打仗的 他说打仗的事情我不懂 我只懂厨房里面的事情 那么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是给后来的世人 指出了一条道路 因为到秦汉以后啊 这个世的环境就变了 我们都熟悉一句话 说知识分子是毛 必须依附在一张皮上 皮之不纯 毛将淹附 我们都很熟悉这句话 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就是世 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 他确实自己是不能谋生的 因为他没有不动产 他没有经济来源 那他也要养家糊口 他也要吃饭 他钱从哪里来呢 那么按照孔子的观点 做工是不行的 做务农是不行的 经商是不行的 一个读书人如果做工 务农经商 你的收入是不正当收入 正当的收入就是做官 做官拿公务员的薪水 政党光明 光明磊落 有面子 有面子 那么春秋战国的时候 情况相对比较好 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皮很多啊 你看这里有越国 是吧 你们在北边有吴国 你们的 就咱们这个地方吧 就咱们比方说 我们绍兴出一个读书人 越国不要他做官 他可以到吴国去做 吴国不要他做 他跑到西边楚国去做 楚国不要他 他跑到北边静国去做 他可以 他人才流动啊 春秋战国的时候 是人才流动啊 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诗人 是很牛的 魏国 就是那个魏啊 就是曹魏的魏 旁边一个鬼的那个魏 赵魏涵的魏 魏文侯有一个老师 叫田子方 很牛 有一天田子方在路上走 他车子开过来 魏文侯的儿子 就是魏文侯的太子 的车也开过来 那古收路 不是那么宽吗 而且按照规矩 这两个人 总要有一个人回避 以后太子马上下立 停车回避 让路 表示尊敬啊 然后自己走下车来行礼 先生好 你想人家怎么也是个太子 对吧 人家已经给你让路了 还下车行礼了 你也 哪怕这样啊 谢谢 不客气 也行吧 田子方理都不理 不回理 这太子心里就不太舒服了 我怎么着也是一太子 就走过去 说田先生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你说 是那个荣华富贵的人 有资格瞧不起人呢 还是一无所有的人 有资格瞧不起人呢 你知道田子方怎么说 当然是一无所有的人 有资格瞧不起别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有啊 你们有 你们就怕丢 你们做诸侯的 如果胆敢瞧不起人 丢掉自己的国 你们做大福的 如果胆敢瞧不起人 丢掉自己的家 我们本来就一无所有 我要瞧不起人 丢什么呀 我没得丢啊 对不对 你们有领土 有地位 爵位 对不对 你怕丢啊 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有学问 我们有本事 我们有智慧 请问你 我学问本事智慧 我丢得了吗 我丢得了吗 我都在身上 所以啊 我告诉你 我们的主张 你要接受呢 我就在你这儿 给你帮帮忙 我的主张 你们如果不接受呢 对不起 我到别的地方去 我扔掉你们这些国军 诸侯大福 想扔一船破草鞋 你意味着什么呀 你什么你也了不起啊 这话有道理啊 光脚的不怕 穿鞋的啊 他没得丢啊 对不对 而且他可以到处走啊 他关键在于 对不对 越国不用我到吴国 吴国不到楚国 楚国不用我到晋国 晋国我到宋国 我有的这地方去啊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处处不留爷 爷去投拔路 哎 我怕什么呀 可是秦汉以后呢 秦汉以后呢 只有一张皮了 天下一统了吗 秦汉以前是一个天下 许多国家 诸多的侯 那我可以到处走 秦汉以后一个天下 一个国家 一个皇帝 你往哪走 没有路了 这个时候就幸亏孔夫子 当年指出了一条路 读书做官 指出这条路 所以秦汉以后的读书人 基本上都奔那条路去 做官 读书做官 这就像我们的国企改革一样 请大家想想 我们的国有企有改 国企改革的问题在哪 两个问题 国企改革我认为是两个问题 一个叫钱从哪里来 第二个叫做人到哪里去 国企改革就这两个问题 当时的知识分子 读书人 是也是这两个问题 钱从哪里来 人到哪里去 孔夫子跟他解决了 钱从哪里来 从凤路来 人到哪里去 到官场去 孔子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 等于解决了后代读书人的饭碗问题 那么后代的读书人 当然是世世代代对孔夫子感恩戴德 一定要把他奉为大臣至圣先师 所以鲁迅先生才说 孔夫子的坐定了摩登圣人 是死了以后的事情 而且鲁迅先生还说 他在后世是被当做敲门钻用的 就应付了科举考试嘛 考完了你看 考中了进士的人 以后还有多少读四书五经的 不读了 不读了 当然没有像我们高中生这么样啊 我们高中生 这个大学一考完以后 就在学校操场上 把那课本一堆点把火烧 大家宽呼 可不读那玩意了 但是后世的那些读书人 真的是不读 不读 所以我们看这个 是现在回过头来读鲁迅了 真是 鲁迅先生真是了不起 真的是了不起 他看得很透 看得很透 而且他不但谈到这个 儒家谈到孔子 他谈到墨家 是吧 鲁迅先生说 孔墨都不满于现状 要加以改革 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 而那用以压父人主的家伙 则都是天 先生还说呀 孔子之徒为儒 墨子之徒为侠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先秦诸子 如墨道法世家 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代 他的运用是不一样的 是吧 乱世用法家 乱世之后的王朝之初用道家 王朝开始恢复新盛之后 用儒家 用儒家把这个王朝 折成王国了以后 再用法家 而且在这个 即便是把儒家定为 国家意识形态的时代 统治者实际上是 民理用儒家 按理用法家 所以我说汉武帝之后 儒家学说和法家学说 同时成为执政党 一个是公开的执政党 一个是暗中的执政党 道家学说成为参政议政的在野党 墨家学说呢 地下党 墨家学说流行于什么地方呢 宗教团体 农民起义军 江湖侠客 实际上我们后世的那些侠 是来源于墨的 侠来源于墨 这个鲁迅先生说得很清楚 孔子之徒为儒 墨子之徒为侠 后代的儒生 来源于孔子 后代的侠客 来源于墨子 日本的武士道呢 来源于梦子 日本的武士道 受梦子的思想 影响很大 但是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因为当时啊 儒墨两家代表着不同的士 儒家代表的是文士 墨家代表的是武士 墨家学派的特点 就在于它是一个准军事组织 这个儒家完全不一样 孔子这个地方 带学生 主要是学文化 当然他的六义里面呢 有一点武的内容 比方说射和欲 射就是射箭 欲就是驾车 有一点 有一点这个武的内容 但是这只能叫武艺 不能叫武功 现在前不久 媒体在吵得沸沸扬扬扬的 说什么胡梅拍孔子 说孔子会武功 很多媒体来问我 我说恐怕就是你们媒体 自己折腾出来的 胡梅不至于 这个 到这个地步 他可能就是孔子 他会射箭 会驾车而已 绝不会把孔子一出场 降龙十八掌 没有人 不可能 没有哪个导演 蠢到这个地步 飞檐走壁 没有人蠢到这种地步 孔子的射和欲 他是修养 当时君子的六义 射和欲是修养 配件是身份 因为贵族都配件 按照当时的规矩 但凡是贵族在成年以后 除了要带官以外 还要配件 一定要配法件 这部件不用的 他是身份的象征 就像孔一级的长山一样 虽然又张又破 绝不肯脱下来 所以韩信 你想韩信 他是一个破罗贵族 韩信连饭都没有吃的 吃那个嫖母的饭 吃人家打工妹的饭 到这个地步 还把贱他不解下来的 是吧 他是身份的象征 你不能解释为这个 什么三少爷的贱啊 古龙那个 孔子的贱 那不是三少爷的贱 他是 一个是身份的象征 一个是修养的表现 就像现在的 啊 这么老板们啊 或者大官们啊 甭管真会假会啊 都要人不苟样的 打个高尔夫啊 对不对 那你不能说 他们是运动健将吗 对他也参加不了 奥运会嘛 是那么个意思嘛 但是墨家呢 墨家只尊武 墨家是真正会打仗的 真正会打仗的 而且墨家的组织 的这个 这个墨子的学生呢 叫墨者 这个墨家的导师呢 叫巨子 巨子对墨者有身杀余夺之权 一身令下 赴唐倒火 叫做复火倒刀 死不玄宗 什么叫复火倒刀呢 就是前面是火 要说 你冲过去 他冲过去了 前面是一片刀山 说你上 他就上了 别人敌人拿着刀子过来 一刀砍过去 他脚后跟都不转下 死不玄宗 他迎着死亡就上去了 墨家是这样的 是这么个团体 但是墨家他有一个优点 就是 这墨子在世的有个优点 是只打防御战争 不打侵略战争 就绝不侵略 绝不主动动手 绝不打第一枪 只防守不进攻 其目的是要用战争消灭战争 实现世界和平 墨子是和平主义者 而且墨子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行侠仗义 暴打不平 是不是 那墨子就送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 是不是 这鲁国有一个工匠 叫公输班 发明了一种进攻性武器 大规模进攻性武器 叫云梯 云梯估计就是一种机械的梯子 一推到城墙下面的梯子 刷的一下就可以 升上去 人就冲上去了 估计是这么个东西 他把这个专利了 就卖给了楚王 楚王就准备拿他去攻打宋国 墨子当时人在齐国 或者在鲁国 有各种说法 不清楚 过去以后 墨子听说消息以后 走十天十夜的路 赶到尹都 去见公输班 公输班因为是鲁国的工匠 所以也叫鲁班 就是那个鲁班 当然墨子也是名人了 说墨子要见嘛 公输班就见他了 坐下来以后 鲁班就很客气的对墨子说 先生远道而来 有什么要兄弟我效劳的吗 这不是一句客气话吗 墨子说 兄弟我在北京 北方有一个仇人 想请先生帮我把他做了 那墨子当时就脸就变了 不说话 那这个就鲁班了 鲁班当时脸就变了 那么墨子又说 事成之后三百美金 然后公输班说 鲁班就很生气了 说 你怎么可以买凶杀人呢 我义不杀人 我这个人是讲正义的 我不杀人 墨子说你不杀人吗 一个都不杀吗 一个都不杀 那好 墨子说 那我问你 你把你这个专利 卖个楚国 楚国去攻打 宋国杀多少人 你说你一个不杀 你杀多少人 你为什么就杀了 这鲁班就没话说了 鲁班说 那这个这个 那是蜀王要杀吗 那不是我要打了 墨子说 那好 那你带我去见楚王吗 鲁班就带着墨子去见楚王 坐下来以后 墨子就说了 那墨子也是很会说话的 墨子 孟子 庄子 哎呀 他又会说话了 墨子说 请问大王 他说 有一个人啊 他家里有的是山珍海味 可是偷邻居家的 九糟米糠 他家里有的是 零罗绸缎 他偷邻居家的 破旧衣服 他家里开着宝马 奥迪 他偷邻居的自行车 破的 你说这是个什么人啊 楚王说 这人有病 盗窃病 他偷不舒服 墨子说 对呀 现在你们楚国就好比那个有钱人 中国就好比那个没穷人 你看你们楚国地有大物有博人又多 要啥有啥 那宋国穷兮兮的 要啥没啥 你为什么要去打人家 你不是有病吗 那楚王他 楚王也说不出话来 楚王说 那那那那那 那不是 不是我要打宋国 那是鲁班他 他不是发明这专利吗 那总要找个地方用一用 那不用白 不用了 莫子说 大王真以为鲁班那个专利就好用吗 不信咱们试试 于是就解开自己的腰带 用腰带围成了一个成的形状 然后拿了几块木板 给鲁班自己拿走 说我们就来比试比试 模拟嘛 然后呢 鲁班酒公之 莫子酒聚之 那这个酒是什么意思 两种解释 一种就是酒次 冯又南先生的翻译就是酒次 还有一种翻译是多次 都通 没有印伤问题 别早茶 下来以后呢 鲁班的办法用完了 莫子的办法还没用完 然后鲁班说 我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但是我不说 莫子说 其实我知道你还有一个办法 我也不说 那楚王说 那楚王说 为什么不说你 说说嘛 你不说寡人怎么知道呢 莫子说 等在宋城之上 单等楚兵来送死 主王就不打就不打 行侠仗义 为什么说行侠仗义呢 因为宋国没请他 宋国并没有请莫子说你去帮帮忙 没有 莫子自己去的 而且莫子救了宋国以后 回国的路上路过宋国 天上下的大雨 他跟宋国的手沉闷着说 能不能让我进城避个雨啊 说不准进 他跟宋国没有厉害关系 完全是行侠仗义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那这样一种风格 就是侠的风格 所以侠来源于末 鲁迅先生说的是对的 如来源于恐 侠来源于末 但是先生最后有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这个侠呢 又分两种 一种是真老实的 一种是假老实的 真老实的就像莫子一样的 行下仗义 旧苦旧难 不受报酬 万事不值 假老实的就不一样了 如说鲁迅先生说 真老实的逐渐死完 只留下了取巧的侠 就是后世的侠就变味了 就不是当年莫子的那个东西 所以也是没有指望的 所以中国人的指望 侠客 是一种很可悲的事情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说中国人的传统社会的中国人 不是现代社会的中国人 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有三个梦 第一个叫明君梦 就是梦想有一个好皇帝 真命天子 这个人爱人民 爱民如子 好皇帝 皇帝判不上呢 第二个梦 清官梦 就判有一个好官员 爱民如子 两袖清风 公平公正 清官要是也判不上了 就盼望有一个好侠客 我在生活当中 我贪一县态爷 他妈是个贪官 贪章王法 专门制造冤假错案 我没办法 怎么办 我就希望有一个侠客过来 然后半夜三更飞进县衙 把他脑袋取下来 或者把他头发割一缕 他好过瘾的 三个梦 然后我就接着说了一句话 我说如果连侠客都盼望不上了 那就只好盼望武侠小说了 就是看一遍武侠小说 过把瘾算了 过把瘾算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因为时间关系 只讲了孔末两家 还有道家法家 这没办法讲 没时间 鲁迅先生其实对道家 对法家都有自己的看法 都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鲁迅先生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非常非常深刻的 他们这个我们去读鲁迅的书 可以感觉到先生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 和中国人的国民性的透彻的 深刻的理解 分析和批判 那么今天的 这个我们讲座的主体部分 就到这里 下面呢 我们专门留出时间来 和绍兴的读者 请我们李局长来主持 这个下面呢 就是可以向易老师提几个问题 可以据说也可以 请出位 美美说 他能够活到1957年 甚至于活到1966年 那么他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结局 那么就现在是 我们那个出版界 不是出版的一本书吗 鲁迅的五大卫界之谜吗 那么就王忠雲先生说 他问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说那鲁迅先生 如果活到1957年的话 会怎么样 那么主席说了 要不叫他不说话 不出声 那么还有一个呢 他可能就关起来了 那么这是他的原话 那么我想问一下 易先生 你对赐业和评价 谢谢 第一 我可以肯定的说 鲁迅先生活不到1957年 活不到那么长的 长的岁数 身体也很不好 第二呢 历史不可以假设 这个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下一个 好 下一个 那个女同事 你等一下话懂 他开好了 你不用管 开盒子又乖了 公元前505年的时候 杨霍照请孔子 就是做官 孔子算是没有真正的答应 然后到了公元前501年 还有公元前490年的时候 鲁国的叛军 还有 还有应该是晋国的吧 请孔子 也是照请孔子做官 但是孔子 有趣的意向 对 我想问一下 就是一个是 嘉诚把持国命 礼奔乐坏 一个是嘉诚 反叛大夫 然后犯上作乱 对对对 请问易教授 怎么样看待 这两次孔子 不同的行为 谢谢 这个问题呢 我的节目里面 和书里面都讲 都讲 这个你去看他 怎么样回答 因为这两次去 他想去啊 子路都是不高兴的 子路都是反对的 而且子路话说的很重要 认为孔子说话不算话 子路说 先生不是教导我吗 像这样犯上作乱的人 君子是不到他那儿去的 这话子路的话 已经说得非常重了 孔子说 是我是说的这样的 我是说过呀 但是 孔子说 一个真正的君子 难道到了坏人那儿 就变成坏人了吗 那么这个话呢 也是有问题的 这个话只是 只回答了 能不能去的问题 没有回答 为什么要去的问题 关键是孔子最后的回答 他说我又不是葫芦瓜 难道只能挂在墙上好看吗 所以我根据这两个事件 我推算 就是孔子是急于实现 自己的政治主张 因为孔子还说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有人用我 武器为东周乎 就是我要到那个地方去 把那个地方改造为东周 改造成一个当时的政治特区 实际上看孔子一生 他很想建立一个政治特区 就像我们现在把深圳建成经济特区一样 他很想有哪个国君大夫 给他一块地方 哪怕就是一个县 甚至一个乡 让他做一做政治实验 搞礼乐教化 他能不能恢复天下太平 那我认为基本上应该孔子是这么一个实路 但他最后也没去这两次 也没去 详细的那个请你看我的书 好吗 这下集 我有去说的人很多 这位女同事 谢谢主持人 易教授好 我是邵西音中的学生 我想问易教授 从本家讲坛开始 您开创了电视学术的先河 那么您对这种学术平民化是如何看待的 谢谢 这个问题还要问吗 对不对 如果我不站住的话 我就不会去做了嘛 好 下一个问题 也是也可以用纸条 有些人好像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术 与以鲁勋为代表的现代先进文化对立起来 您是如何看待的 现在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纷纷办起来 我们如何把 谢谢大家 幼秀的什么民主文化一起飞到全世界 是你的问题 是另外一个人的 这个我就回答第一个问题 就是 我曾经在经济观特报有一个访谈题目就是 可以达到孔家殿 不能达到孔夫子 就是我觉得应该把 后世儒家和统治者 宣扬的孔学 和原始的 孔子本人的学说 区隔开 实际上五四运动的那些先锋门打倒的孔家殿 指的是 后面的这个东西 后面的这个东西 在当时的情况下 他们必须这样做 因为矫枉必须过正 不过正不能交往 那个时候孔夫子应该抬到神圣的不得了的地步了 你不先去神圣化 就后谈不上后面的东西 思想解放 当时这个 历朝历代 历朝历代的时候 孔夫子是什么地位吗 读书人说孔子的时候 站起来 那我今天完了 我守那个规矩 我不停的得站 我提到多少分 我一提到孔子 啪站起来 这样国民党一朝 开会开得好 总裁 啪站起来 见到孔子的牌坊 马上扣下磕头 有人真的放出话来 说孔子你是学不会的 你是不可以超越的 一个人只要学到孔子的三条 就是个准圣人 就是个君子 你就了不得 你学三条就够了 就了不得了 于是有一个街上 有个流氓地痞 马上跑进孔耀 说我就是圣人 我就是君子 孔子我的 孔子的言行 我就学了三条 那读书 你不可能 我们一天到晚 读书都学不会 你一个流氓 你怎么学会了呢 那流氓说 我怎么没学会呢 三条 第一 实不厌精 第二 快不厌性 第三 唯久无恋 三条 所以已经 就是被历代统治的轰 就是鲁迅先生的 用种种的白粉 给他化妆 一直抬到下人的高度 那么五四运动的先锋们 要做的是 先把他从高度 把它弄下来 弄下来的办法 是两种办法 同时在做的 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 而以前我们一切东西 把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 对比起来 也是不对的 其实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 做的是同一件事情 这是不同的方法 鲁迅先生就是批判 你不是脸上涂了油彩吗 我一层层地洗下来 不是历代统治者 全市者给孔子化妆吗 鲁迅给他卸妆 那么卸的过程当然不太好看 所以鲁迅说到 孔子的话也不太好听 胡适先生的办法是什么呢 把珠子抬起来 对吧 孔以外的珠子抬起来 然后胡适先生的 中国哲学史冈 孔子和其他子 是同等地位 平起平坐 所以一个是批判 一个是建设 这就是他们打倒孔家殿的工作 那么经过了这一段以后 我们现在重新再回过头来 我们就应该 这个客观的 公正的 来评价孔夫子 孔夫子的这些 优秀的东西 还是要密集着 而且孔夫子对中国人的影响 是最大的 没有人身上没有孔夫子的影响 可以说 这是 这是这里的第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事情跟孔子学院不相关 孔子学院不是宣传儒学的学院 孔子学院是叫汉语的 老师继续 现在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是 孔子死了以后 鲁国这个分公司会不会倒闭 鲁国最后 因为这个三家大夫的这些 和之后的鲁国的这个情况 他手术上没有记载 但是我们知道 鲁国最后是灭亡的 下面 我刚才说就没有记载 不知道 下面一个问题 我是绍兴电视台的记者 我的问题是 如果 如今不少家长都望字成龙 望女成凤 许多家长都提前让小孩子读四书五经 先请诸子 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你认为小孩子何时读经比较适宜 你推荐小孩子先读哪些经比较好 那么多问题 他的问题也太多了一点 那我就回答吧 我旗帜鲜明的反对 立志 陪幽 成功学 妄子成龙 妄子成凤 万恶之源 我的口号是 妄子成人 我们对于下一代的希望 应该是希望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这个真正的人 我有四条标准 第一是善良 第一是善良 要有爱心 要有不忍之心 爱心从哪里培养 从不忍之心 就是孟子说的 彻隐之心 不忍之心 比方说 不忍心掠带小动物 不忍心掠带小动物 不忍心老人家 这个残疾人 受到伤害 或者不方便 举一个小例子 就是你的孩子能不能做到 当你进出弹簧门的时候 就是很多这个公共场所 这个弹簧门 就是你一推进去 你进去后 门会啪的弹回来 那叫弹簧门 请你回头看看 后面有没有老人 有没有抱小孩的父女 甚至有没有其他人 你做不到其他人 你至少关注了 有没有老人 有没有孕妇 有没有小孩 不要因为你一放手 这个门弹回来 弹到老人身上 就这么简单 你过马路的时候 旁边有老人 有残疾人 或者有这样的一些人 你能不能去扶一把 不要做今天动地的大事 告诉你 人这一生 人的历史上 没什么太多今天动地的大事 我们不希望今天动地 我在中央电视台 这个建议勇为的 这个谈话节目现场 我说 我无比崇敬建议勇为的英雄 我绝不希望 每个人成为这样的英雄 因为一旦有建议 建议勇为 就意味着 要么有天灾 要么有人祸 对不对 事情善良 不是表现在 这些轰轰烈烈的英雄举动上 而表现在这种小事情上 善良的 这是 这是我的善良的人 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 由于 我们这个社会是复杂的 由于江湖上 是很险恶的 所以 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 第一 他要是个善良的人 第二 他也应该知道 世界上还有不善良的人 因此 他有必要 知道 社会的黑暗面 和防身的办法 就是 害人之心 不可有 亡人之心 不可无 否则我这话 要不说全 我就把我们孩子们给坑了 你完全把它培养成一白雪公主 他走上社会 肯定是那个有毒的苹果 那可害死人了 这就是我在讲千金珠子的时候 为什么要讲法家 讲韩非的原因 这是第一个 善良 第二 真实 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 做一个真实的人 但是我也要告诫 诸位家长和孩子 说真话 是要有勇气的 说真话 是要付出代价的 说真话 是很不容易的 为了你们的安全 我再 再送一句 康德的话 康德的话 德国哲学家 康德的话 康德说 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 但是没有义务 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 第三 我希望他是一个健康的人 健康包括两个方面 身体的健康和心理的健康 而且在我看来 心理的健康比身体的健康更重要 第三点 第四点 我希望他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我们很多家长 望子成龙 望子成凤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往往扩杀孩子的童年 立志 陪优 成功学 今天上这个班 明天上那个班 回家 回家不是写作文 就是背英语 完全没有童年 曾经有一家媒体报道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小孩 对他的爸爸妈妈说 五一长假 放七天 你们能不能抽一天时间 陪我到游乐园玩一次 父母亲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开了恩寺家庭会议以后 咬咬牙 带着孩子进了游乐园 做完第一个游戏 他的妈妈就说了 好玩吗 好玩 那你回家可以写篇好作文了吧 这孩子 没回答 走向第二个游乐景点 他妈妈又说 这个更好玩 你肯定能写篇好作文 这孩子说 妈妈 我不玩 我好不容易一年当中 就这么一天 你们两个陪我玩一次 我还要带一个写作文的任务 所以我说 也是因为是媒体来采访 我说的 我说拜托媒体的朋友 转告这位母亲 我希望你经常关心一个问题 你希望你经常问你的孩子 孩子你快乐吗 而不是问孩子你写作文了吗 那么这个问题 我后来在广西电视台 做节目的时候 主持人就跟我辩论起来了 说我们也知道 你以为我们做父母的 就不心疼孩子 你以为我们就喜欢逼他们 我们是没有办法 我不逼他们 他们就会输在起跑线上 而且这起跑线越来越挪钱了 以前是高考 现在变成了中考 现在变成了小学考初中 我输在起跑线上 我说这个问题这么看 第一 是不是说考不上好的学校 就算输了呢 人天涯何处无芳草 对不对 难道一定要读大学 一定要名牌大学毕业 一定要拿到博士学位才叫成功吗 告诉你说 鲁迅先生大学就没毕业 还是学医的 对不对 好 且不说 你这个说法对不对 就算对 就算你不逼他会输在了起跑线上 那我还要告诉你 输在起跑线上 你可以跑第二回 对不对 高考没考好 第二年再考 考研没考上 第三年再考 你还有机会 再跑 而 他的童年如果被你毁掉了 那可是再也没有了 谢谢 问题比较多了 这个我想 每个人提一个问题 不要两三个问题 这个比较好 下面 有一个同事提示 一教授 您好 我们问两个问题 一鲁迅先生如何评价道教 二道教 道家与道教 有何渊源 这个 第一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去查书 或者上网去查 我告诉你 我掌握的材料 鲁迅先生对老子也没什么好话 他说老子是一事不做 图作大言的空谈家 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 是不中用的 我对他并无同情 将他打发出关去 这个可以查一篇什么文章 叫出关的关 出关的关 这本文章里面有 这个问题很简单 第二个问题 道家是道家 道教是道教 道教是宗教 道家是哲学 好吗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易教授好 我仔细地看了您的品西游的书 后来又看了六小灵童品西游记 发现主要 道教育 佛家 这个大福的佛 佛家内容都差不多 这都称议了 春考了有关哪些资料 我从来没写过品西游记的书 他肯定是在盗版市场上买一本买了一本不乏书上伪造的书 顺便再说一句手机上流传的我的十大人生感悟也没有一句是我说的 但是这十句编的还挺像 像我说的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您如何看待陆王心学 这个鲁信如何看待心学 这个一颗心的心 心学与孔子鲁学联系在何处 他这个问题啊 问的太专业了 太专业了 这个不合适在这种公共图书馆回答这样的问题 就会占用别人的时间 好吗 这个问题是另外一颗也讲不完的问题 对 他太专业了 接下去 下面一个问题 邰教授 我曾看到过您对女儿高考志愿选择的XYZ 今天有许多学生 家长在场 您讲一下 这是会很有意义的 就是当时1996年 我女儿高考 那么我是跟她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 就填写志愿啊 四项基本原则 三维坐标 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项 就是兴趣原则 你将来要学的这个专业 应该是自己感兴趣的 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如果不感兴趣 那个学起来是非常痛苦的 非常痛苦 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 就叫优势原则 或者是扬长臂短的原则 就你 哪方面是你的优势 哪方面比方我 我就不合适学功 因为我就是最机器从来搞不清楚 手机我就会接听电话和发一短信 其他都不会 什么照相啊 说相全都不会 那我这边学功就完蛋了 是吧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相 也有自己的短板 你要扬长臂短 这第二个原则 第三个原则叫创造原则 就是将来从事的工作 最好是有创造性的 因为你做一个工作 有创造 就有成就感 有成就感 你才更有动力 所以一个兴趣 一个这个成就感 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 那么我们 比方说我们这些 很多人家都成家了 今天来的可能成家的人比较多 都要做家务的 一般的说 会做饭的人都不喜欢 不会做饭的人 他没资格他只好去洗碗 会做饭的人 当他选择的都选择做饭 而不是选择煮洗碗 为什么 做饭他多少有点创造性 是不是 你把这个生的东西做成熟的 色香味俱全 家里朋友到家里来了 你做几个凉菜 做几个热菜 啪啪啪一炒 飘飘亮亮的 端上来 大家哇 好好吃啊 很有成就感 你说一大堆脏碗 你洗的落在那地方 有什么成就感 你不能说请大家到厨房 你看 你看我洗的碗 他没什么成就感 所以要有创造性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最好 这个专业将来是能挣钱的 经济原则 经济原则 这叫四项基本原则 那么XYZ是什么意思呢 坐标系呢 城市大学专业 第一个就是 你到哪个城市去上学 北京 上海 南京 杭州 城市 第二个选大学 哪个学校 第三个选专业 那么这三个呢 它是有矛盾的 因为除非你是 全省的高考状元 随理挑了啊 你爱上哪上哪 简单了 或者你是最后一名 也简单了 没那么多原则 只有一项原则 就能上就行 也简单了 麻烦的是中间的 你知道吧 它就困难在中间部分 中间部分 你就只能把 这三个坐标 你来找一个点 我说的 还是有条件选的人 没条件选的 真好 真的只有认 真的只有认 但是我觉得 真的没有条件选的 能上就行 你先找个地方 读书 然后毕业以后 先找个地方 工作 慢慢来 不是只有这一次机会 现在已经不是一次高考定中生的时代了 是吧 不像我们 这个文革以前啊 你考一个学校 你选了一个专业 它讲究专业对口 它非得让你到那个地方去干活 不可 也不准你调动工作 那个时候调动工作是好难的事 现在我都是拼任制 我可以辞职 辞职 我可以跳槽 办法多得很 不是说你高考上了一个什么专业 你终身就是这个专业 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不从事本专业 曾经有一位地方大员 一位书记 问我 因为我在中央电视台先讲平三国 这是历史 后来讲千亭诸子 这是哲学 我自己本专业是中文 他就开玩笑 问我说 你又讲历史 又讲哲学 你怎么会是中文系毕业的呢 我的回答很简单 我说你怎么可能是书记系毕业的呢 对吧 有的是机会 招人急啊 好 下一位 下面有个问题 他说 既有诸子百家 这指的是 李教授 您会愿意做哪一家 他们就喜欢问这种 可能是媒体 我估计 媒体喜欢问这种 媒体喜欢问这种问题 他肯定没看我的书业和节目 问这个问题的人 肯定没看过 因为我这个 这本书和我的节目 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一个问题 一定不能独尊某一家 我们中国人吃亏就吃亏在霸处百家 独尊如数 不是说如数有什么不好 不好在于独尊 坏在独尊 所以我说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都做了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回到了子学 由经学回到子学 诸子平等 各个学派都各有所长 各有所短 所以对于我来说 绝对不存在 喜欢特别偏爱哪一家 或者推崇哪一家的问题 在我这儿是平齐的 好吧 下面有个问题 叶教授 您说的鲁兴先生 是您最崇敬的人 是是鲁兴来长大的 请问鲁兴思想 最根本的 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 这个问题要去问研究鲁迅的学者 我从鲁兴先生这里 接过的是批判的武器 我只能说我 那么是不是鲁兴先生的思想精髓 我不知道 是不是鲁兴先生思想的高峰 或者鲁兴先生思想当中 最宝贵的东西 我不知道 我因为我只能管我自己 我管不了别人 我只能说 我从先生那儿接过来的 就是批判的武器 没法解剖刀 而且鲁兴先生非常伟大的 就在于 他不但解剖别人 而且解剖自己 上次北京大学 严家严先生到厦门大学来座谈 也强调了这一点 我在会上说 我这就是我不如鲁兴先生的地方 我还没有解剖自己 将来总有一天 我也会解剖自己的 好吗 下面一个问题 叶教授 我是折校 治校的一个老师 当自己用心的教育学生的时候 常感到力不从心 因为投入与产出的比例 不太协调 能给执校老师 做些勉励吗 执校就是职业学校是吧 职业学校 我觉得职业学校非常好 我们应该多办职业学校 因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他的上学还是为了谋生 谋生是第一位的 而且谋生把谋生放在第一位 没有什么不好 世人他就得吃饭 就得穿衣 还是鲁迅先生说的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不一定是原文 我背不得那么准 鲁迅先生说 在一个吃饭需要花钱的社会 谁要说钱没有用 饿他三天 再来听他说话 鲁迅先生自己对于自己的 板费收入 稿费收入也是不含糊的 一分钱不让欠的 有什么不好啊 对不对 谋生肯定是第一位的嘛 职业学校最大好处 他是提供了一个谋生的机会 谋生的机会 至于你在教学过程当中 有些什么具体的困难 我也不知道 在说我也不是职校的老师 我也回答不了 下面一个问题 这个是一位文理学院 部中的一个老师提的 他说周学勤先生曾说过 俄法大革命和英美小革命 这个大革命 俄国与法国是大革命 英国与美国的这种革命 都是小革命 大革命是一种灵魂深处的革命 一切这种思想开头 开始 头脑开始 而英美的这个小革命 是一种 改良的这种革命 有修修补补补补 这个是神庸主义的革命 这个问题比较长啊 中国武士运动 和历来的文化大革命 都市灵魂和思想层面的革命 你认为这种革命 有没有中国本土的哲学基础 哎呦 他这个问题问得很深刻 很深刻 我想应该有 应该有 应该有这样 这个 有这个 中国文化的基础 中国 他确实为 正如这位读者所指出的 中国人是喜欢那种大革命的 法国大革命 俄国大革命 这种大革命 中国人喜欢 那个英美的那种做法呢 不喜欢 但是他和我们的这个 文化传统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还说不太清楚 说不太清楚 但是 我觉得应该说 它是有很深的关系 非常深的关系 尤其是 俄国大革命 我们更喜欢那样一种 大一统的 那样一种制度 而一种大一统的制度下面 你要进行革命 他往往恐怕就是 天翻地覆 凯尔康 可能是这样 这个事情对不起 让我回去想一想 好吗 他说他这个问题 问得非常的深刻和精彩 谢谢 谢谢这位读者 谢谢你 谢谢你 我才说真的要回去想一想 这是个大课题 这位老师下面还有一个问题 他说中国的 这个无系统宗教 中国是没有什么系统的宗教 请问一老师鲁迅 这个对中国宗教的看法 这个我答不出来 我毕竟不是研究鲁迅的 我不可能把鲁迅先生的著作 都背得滚瓜烂熟 知道鲁迅先生对宗教问题怎么看 我这个回答不出来 回答不出来 还有两个简单的问题 先行的先行存旧 应该存旧性前面 思想活跃 百家争鸣 但恨无敌 废除百家 独尊鲁迅教 是鲁迅教 鲁迅 应该是鲁迅 并得到了敌王的支持 违误了统治 这样好吗 我认为对中国的几千年的发展 是负面的 请问一老师怎么看 这都是负面的 都是大题目 都是大题目 这个应该说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 任何一个事情出现 绝不可能只有优点没有缺点 或者只有缺点没有优点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或者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这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双刃剑 而且按照黑格尔的观点 凡是存在的 就是合理的 凡是合理的 就是存在的 这个 辛亥革命之前 秦间天下之后 那样一种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 实行了两千多年之久 一定有它的合理性 它最后要灭亡 也一定有它自身的原因 儒学在维持这样一个帝国制度的稳定的过程中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个作用它一定是好作用和坏作用同时并存 一定是这样的 我只能这样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有兴趣呢 倒是我只好自我推荐我的一本书 叫做帝国的终结 我有两本帝国 一本叫帝国的惆怅 一本叫帝国的终结 但是我自己推荐帝国的终结 复旦大学出版是出版 我已经里面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就谈到你要问的问题 只是要用一本书来回答的问题 谢谢 好 最后一个问题 鲁青先生 林仲是说 我的怨敌可谓多余 我一个不原谅人 也不要别人原谅 这个大致的意思 至于当今和谐社会如何统一 他其实是把两个问题 变成了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原谅 或者不原谅 宽恕 他实际上是鲁青先生的原话 是一个都不宽恕 一个都不宽恕 他确实是说了这个话 后来有一个作家 用这个书 这个书名写了一本书 就叫一个都不宽恕 我认为他是一个 你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 和谐社会是对社会的要求 鲁青先生说的一个不宽恕 是他个人的选择 这是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 那么我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只能这么说 作为一个建设一个和谐社会的 这样的一个愿望 我们还是提倡宽容 还是提倡宽容 能够宽容的就宽容 但是 作为个人 完全可以 按照鲁迅先生的办法 选择不宽容 我认为 社会宽容 不宽容 才是真正的宽容 谢谢 同志们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提问倒是接受 这个 一中天教授 虽然是姓业 但是请到他是不容易的 这个 我们今天这个讲座 他到绍兴来 主要还是看着鲁姓的份上 所以今天的题目呢 是鲁姓和朱子百家 这个 一教授呢 为我们解读了 鲁姓先生 如何看待 朱子百家 这个朱子百家 对我们现在 有些什么启发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 传统的学问 我们叫做国学 这里面 怎么样来理解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许多同志 有些 社会各界嘛 提了一些问题 而且呢 也夸出了 今今所讲的内容 所以 有些问题是比较大 比较顺刻 我们一教授呢 也是一一的 做了回答 所以非常感谢 一教授到绍兴来 讲这个课 同时呢 也非常感谢 他给我们回答了 许多问题 那么我在开始之前呢 我也邀请一教授呢 经常到绍兴来 特别是明年 我们是绍兴 建成是两千五百周年 一定要请一教授呢 这次来到绍兴 他给我有一个条件 他说 假如说今天 大家听课比较认真 而且没有接手机 那就会来的 我看今天还是很认真的 声明一教授 还是会来的 好 今天的报告会到此结束 谢谢一教授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